在甘肃有一个神秘的算命村 全村共有六百多口人 各个都以算命为生 除此之外 村内的习俗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村内人非但不与外界通婚 还世世代代流传着一本神秘天书 就连村内的布局都是按八卦镇排布 各地有关他们的传言更是诡异神秘 更有甚者声称他们是苗族巫师的后人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一个神奇的村子 这本神秘天书上又记载了什么内容 感兴趣的朋友们还请点个关注点个赞 咱们接着往下看 在甘肃兰州一百多公里的地方 有一个永登县 这里有个神秘的算命村 名叫薛家湾 这里约有一百七十余户人家 这里的村民并不以种地为生 而是凭借自己的算命技巧闯荡江湖 他们极少有人常年在家 这个村子里几乎家家大门紧闭 因为他们算命需要背井离乡 常年奔波在外 在村里有一个说法 那就是村中结婚的人 每三年必须出一趟远儿 否则会引来天火焚身 另外村子里还有一些不成文的习俗 算命这门手艺几乎是代代相传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什么人都可以学 为了不让这门手艺失传和外泄 村里规定村内人不与外人通婚 世代都奉行父传子 婆传席的说法 数百年以来 薛家村更加让人不可思议的 就是被薛家村村民算过的人 都对他们的算卦 给出了极高的认可和评价 那说了这么多 薛家湾的人到底有没有真本身 他们又是如何占卜算命的呢 其实薛家湾人有两种算命的方式 其中一种是推八字 即通过一个人的生辰八字 来推算这个人的命运 看其与什么相生相克 运到来时是否真的能百转千回 其后通过八卦的方式来看事态的胸疾 比如是否福禄无缺 是否家庭美满等等 据说这些学问 都是他们千百年的经验和归纳 是周易中的一小分支 薛家湾的男子都学过此道 除此之外 薛家湾还有另外一种算命方式 那就是看手相 看面相 这种方式是通过人的手掌纹路 五官长相来推断人的命运与气数 这种推算方式 多是由薛家湾的妇女学习传承 早些年薛家湾的妇女 也会通过这种占卜方式 来配合丈夫共谋生计 除了上述所说 他们在离开村子时 也是有一定讲究的 在出发时间上 恰好选在正月初五 离家那天朝着家的方向 拜上三拜 等仪式结束方能离开 而这里的村民之所以有这样的能力 据说与村中世代流传的天书有关 甘肃有一神秘算命村 家家户户以算命为生 除此之外 村里世代流传着一本神秘天书 甚至村内的布局都是按八卦镇排布 随着薛家湾村越来越名声打造 不少人都慕名前来 想要一探究竟 曾有个记者听闻此事 也对薛家湾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为了探寻真相 记者驾车来到村子 可刚一进村 记者就遇到了诡异的事情 村内的建筑看似排布整齐 可记者还是在村中迷了路 后来在村长的介绍下 记者才知道 这里的房子看似排列整齐 可却大有玄机 这个村内的布局都是按照八卦所见 听到这儿 记者顿时来了兴趣 随即询问起村中有关算命的事情 听到记者想要算命 村民们热情地为记者推荐了一位高手 据说村中有个叫郭光英的老太太 只要跟她说上几句话 她就能准确地说出对方的一切信息 方圆百里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每个找她算命的人 都对其赞不绝口 很快 记者在村民的帮助下来到郭光英的家 为了测试郭光英是否真的这么厉害 记者向其谎报了身份信息 但在与郭光英交谈几句后 老太太竟真的将记者的基本信息 说得八九不离十 但显然 记者也只是半信半疑 在两人交谈中 郭光英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从小 自己就在耳濡目染下 对算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在母亲的引导下 自己也掌握了天书里的算命方法 并由此开始帮人算命 听到这里 记者开始打听天书的事情 但被郭光英拒绝了 他说天书并不是什么人都能看懂的 并且在看天书之前 还要先算好日子请书 否则就是坏了规矩 便会遭遇不测 但为了不需此行 记者仍想要了解天书的线索 郭光英见记者不死心 便告知天书在神算子刘先生的手中 其家族在民国时期就名声大噪 在村长的带领下 记者来到刘先生家中 听完记者的来意 刘先生也答应了记者的要求 只见刘先生双膝跪地 手拿一把点燃的香火 恭恭敬敬跪在神位面前 请书仪式结束后 记者终于见到了那本传说中的天书 可翻看后 记者却失望不已 天书中并没有什么神秘的符咒 书中的内容也与周易相似 并不存在什么看懂看不懂一说 就在所有人感到大失所望时 刘先生向记者介绍起了他们的身世 听完后 记者顿时大失一惊 甘肃有一神秘算命村 家家户户以算命为生 除此之外 村里世代流传着一本神秘天书 甚至村内的布局都是按八卦阵排布 对于吉普赛人这个说法 记者显然持怀疑态度 说起吉普赛人 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但绝大多数人都听说过塔罗牌 塔罗牌就是由吉普赛人创造 在吉普赛人的血统之中 他们崇尚自由 生性放荡不羁 他们最喜欢四处流浪游走 走到哪就算到哪 这点和村中的习俗有相似之处 但吉普赛人的长相十分突出 他们的脸型上宽下窄 下巴有些尖 眼睛大又长 鼻梁额外长 很显然 吉普赛人的这些特征 在刘先生和村民的身上 并没有体现 随后 记者又请来专家调查 发现虽然在习俗风格上 两者有相似之处 但薛家湾的后人 并不是吉普赛人 在专家的不懈努力下 在残存的柳氏家谱中 找到了蛛丝马迹 家谱中记载 薛家湾最早有人定居 可以追溯到光绪年间 随后 专家们发现在薛家湾人的语言中 有一种特殊的用语 这种词被称为吟语 根据语言学的推断 专家们判断 薛家湾人最早可能来源于 安徽江苏一带 而他们之所以来到这里 与清朝末年的脸军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据传脸军是一个 活跃在长江以北的 反清农民武装势力 期间脸军队伍不断壮大 一路从长江流域 来到了黄河流域 最终在甘肃薛家湾 落地生根 由此看来 薛家湾后人的谜团 终于掀开 为了生存 他们的父辈 一路寻找安心的家园 在沿途的过程中 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 将算命这门技巧 自成一派 以求谋生 但他们都没想到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人文讯赶来 算命村也变得愈加神秘 后来 甘肃省永登县政府 为了将罕见的手艺 传承下去 在2013年 为薛家村的算命技艺 申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实 从现代视角来看 算命活动 并无科学依据 更多的 只是一种心灵上的慰藉 对此 大家怎么看呢 达要是 宝质文化遗兰